民宅顶楼铁皮屋不断串出火车 熊熊火焰直冲天际 连数百公尺远都能看得到 消防局不断呼叫资源 水箱车一辆接着一辆赶到现场 农暖区金华街民宅 24号上午11点发生火警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局总计出动4个分队前往救援 我们总共有出动了12车28人 那到达现场的部分 初期指挥官已经发现 在二楼三楼已经有串出火车跟熔烟 那我们就是采取部署方式 首先是先局限火事 防止向前后左右去延烧 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采取了 入室的做抢救 那我们有发觉到 疑似有人在二楼受困 那我们就是第一时间进入到火厂 火事经过半个小时抢救 终于控制住 消防队随即进入火厂 在二楼卧室发现一具女性大体 那个我们现在已经火事扑灭 在做残火处理 那刚才在现场我们的监视人员 找到一个可疑的可疑的铁罐 我们必须要回去再回去 再做一个调查 金融市长谢国良第一时间听到火警消息 也感到现场关心 亲自慰问局势逃出的老奶奶及一名外劳 由于邻居表示 当时有听到爆炸声响 还有疑似女子的求救声 警方及监视小组已经进入火厂 采集相关机证 逐一厘清火警发生原因 记者黄绍铭记录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